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Artemis Resources今天表示 公司在西澳的稀土项目完成了浅层土壤采样 取样结果显示 稀土矿化延伸区域长达7公里 有蓝、女、蒲等金属在近地表高度异常活跃 土壤采样证实了项目具有很好的勘探前景 公司计划在明年开始正式的勘探工作 Ark Exploration今天公布了 印度尼西亚BIMA项目的金矿结果 勘探作业钻于一段86米 金屏位为每吨2.78克的区域 其中包括一个4米后 金屏位为每吨15克的矿体 以及一个4米后 金屏位为每吨34.3克的矿体 公司正在进行深入勘探 以及地面磁力勘察 计划2011年初 在项目区进行侦查钻探作业 Jupyter Energy今天表示 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J52号井的钻井工作已经开始 J52号井是该公司2010年勘探计划的一部分 将钻至约3200米的真实垂直深度 钻域侏侏罗纪次生储存和珠山碟纪储存 预计从开钻到完成生产到最后风景需要约70天的时间 Mindex表示 公司在西澳的勘探项目发现了更多高品位的釉矿化 刚刚完成的钻探工作辨识出一个新矿区 八氧化三釉品位高达0.63% 表明可能蕴藏高品位的釉矿资源 公司计划在2011年进行更多钻探 以确定这一新矿区的资源量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妮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